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探讨《华音经》《善才童子五十三餐》里面的内容 我们在前面几个单元主要就是介绍第三十七位善知识 开夫一切树花主夜神他所教导善才童子的菩萨行 菩萨道 在前面的四个单元我们就介绍了这位主夜神他教导众生的方法 还有他所正道的菩萨出生广大喜光明解脱门 从这个解脱门里面他又开显了 他是进入到毕如真那如来这样子度化众生的 这样子的一个普色众生的境界 所以他看到毕如真那佛成佛以前 他所修的菩萨行海 种种的利益众生教导的方法 还有发愿能够度化众生 能够离苦得乐 也能够让众生能够成就菩萨佛这样子的成就 然后接着就是善才童子 他又在问开夫一切树花主夜神 他是什么时候怎么样子来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就是成绩上面这样子的 善才童子的善问 那我们就要来继续看看这位夜神 他怎么样子告诉善才童子 他是已经发愿菩萨的这种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是已经多久以前 那我们就要进入经文 那我们来称念佛号及战经记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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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间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那经文里面呢 就是这位开夫一切树花主夜神 他告诉善才童子 既然善才童子所问的是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是多久以前 可是他告诉善才童子说 此处难信 难知 难解 难入 难说 一切世间 即已恶称 皆不能知 他是说 你要问的这个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是什么时候 多久以前的这个事情 此处 是这个事情呢 是非常的难信 是众生 一切世间 乃至是恶称人 就是世间的人 大家呢 都是在自己的贪生痴烦恼里面 都在着相 都是执着世间 为我们成就的这样子的 一种对象 所以他们看不到 除了这个世间法以外的 这个事情 还有呢 恶称人呢 主要的就是身闻 圆觉 那他们呢 就是以能够得到 去除贪生痴烦恼以后 而能够住在 极尽的涅槃的境界里面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要发阿那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要能够 以菩萨行来利益众生的 这样子的 这一些大乘的心 那所以他说 此处难信 没办法 很难相信的 因为他看不到 这个层次的境界了 那也难知难解 不容易知 也不容易了解 更难呢 能够进入 就是能够去 真正的去修行 或者是难说 就是说 在他自己本身呢 他要把他 这样子叙述出来呢 也是不容易了 因为说的话呢 对方也不了解 所以呢 也是很难去说了 那如果对方不了解 说了也等于没说啊 所以呢 叫做难说的时间 所以 是一切世间 及二秤人 都不能够知道的 那因为这个是 菩萨的境界 所以这个是 下面的层次的 没有办法知道 那 为除诸佛神力所护 善有所赦 极胜功德 欲乐清静 无下劣心 无杂染心 无禅取心 得普照耀 至光明心 发普饶意诸众生心 一切烦恼 即以众魔无能坏心 岂必成就一切智心 不乐一切 不乐一切生死 不乐一切生死 乐心 能求一切诸佛妙乐 能灭一切众生苦恼 能修一切佛功德海 能观一切诸法实性 能具一切清净信节 能超一切生死瀑流 能入一切如来治海 能决定到无上法成 能勇猛入如来境界 能肃及去诸佛地位 能及成就一切智力 能于实力以得究竟 那如是之人呢 于此能辞能入能了 那所以说 并不是说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就没有人可以知道 也是有 那就是要跟菩提心有相应的 那这样子呢 就是要能够受到诸佛神力所扶持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能力还没有够到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 可是呢 有佛的神力来扶持的 或者是善知识所设受的 就是佛跟善知识呢 看到我们众生呢 虽然在贪真之烦恼里面 可是呢 我们还是有行善的能力 我们还是有要能够追求提升的这样的怨心 而且呢 我们本身呢 都是一种愿意呢 跟大家能够和乐相处啊 那能够看到众生的苦啊 那起悲悯心的 有这样子的这种性质的 他有这种去向的 那有受到佛 或者善知识的这样的加持 射受的 他也是可以知道 或者是说 众生里面呢 他已经有修功德啊 或者是 他能够得到清静 而没有下裂心 就是没有这些使用心机啊 那使用我们的这种贪生痴烦恼啊 在这样子 染污自己 染污这个世间的 这样的下裂心啊 那只是说 他还在众生的这种程度里面 而自己也因为 没有得到正式的 这种正确的教导 而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处理而已 可是本身他不是坏的 所以这样子的人 佛 菩萨 善知识呢 也可以看得到 那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些人 只要他能够没有杂染心啊 没有残取心啊 就是没有歪曲了这个我们的心 就是他没有把我们的心呢 真正的就是把它入到这种 真正的这种跟决性呢 背道而驰的残取呢 就是他以为这个心啊 就是能够呢 尽量的来起恶 恶行 他觉得这个心也有很大的作用啊 他只是为了要利益自己啊 而去残害别人啊 然后想的事情呢 都是要去得到别人的利益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这种残取心呢 他本身呢 就已经把他的这种 真正要能够成佛的 这样的一种 能够好的这种本质啊 就破坏掉了 那这样子的这些 就是他没有这些不好的这些品质啊 那乃至呢 他能够 能够有这种照耀的这种光明心啊 或者是乃至能够要利益众生啊 或者是他的心呢 不会让我们的这一些贪生之烦恼 或者是纵魔啊 来清劳 那魔呢 主要的就是要破坏我们修学佛道的 就是要障碍我们这种修行的 那这些呢 如果都能够不受他们的干扰 那有这样的坚强的心呢 那乃至种种呢 就是不热我们众生的这种 生死轮回啦 那能够得到一切的清净 这样子的信解啦 那就等于是趋向 能够成菩萨 利益众生 或乃至呢 就是成就佛道的这样子的清净 的这样子的一种 这种契合的这样的境界 那这样子的人呢 那就能够与此 与此呢就是 他能够了解到 他要讲说 他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件事情啊 他才能够真正呢 能够辞 就是他能够接受 而且能够受辞 因为他讲的话呢 也就是要能够真正对听的人啊 有影响 然后让听的人呢 愿意来照这样子的方式来受辞起修啊 所以说能迟还有能路 就是去实践啊 然后真正进入这样的境界 能了 了呢就是真正的这种了达 就是做到这样子的境界的实践 那为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是这个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是这么难了解呢 因为这样子的境界呢 是如来智慧境界 一切菩萨尚不能知 旷于众生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境界本身啊 并不是说都不能够让人知道 而是说要够这个程度的话 就能够知道 就好像我们世间呢 我们在学习世间的这个学问里面啊 我们也是有幼稚园啊 小学啊 中学啊 然后大学 然后从大学呢 又有研究所啊 硕士博士 那即使到了博士以后呢 那还有很多要学习的 有很多的专业技术啊 这一些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是说下面的层次的呢 他就不能够了解上面的 那可是并不是说 他就是永远都不能够了解 而是层次还不到 所以学佛也是一样 那就是如果我们都是在 众生的这种习性的过程里面啊 那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心的清静的一面 也看不到我们的心能够善用以后成就的这种菩萨型 利益众生能够真正成佛的这样的一切智的境界 所以说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是不容易了解 那何况呢是这个众生 因为众生都在烦恼里面啊 只看到这种世间的这种自己的我跟我所 都是在这个里面起这种贪质 所以他的心都被这些束缚了 牵连了 他看不出去了 那可是呢 开夫一切束花主业神 他还是很慈悲 说这件事情很难信难知难解难路难说 可是呢 他现在啊 他说然我今者以佛威力 他是以辟如这那佛的这样的威得力 那欲令调顺可化众生 艺术清净 欲令修习善根众生 心得自在 谁如所问 未如宣说 所以在这里呢 最主要的还是说 他要以佛的威得力加持 让他呢 难说而说 因为他当时 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该也是受到佛菩萨的这样的启发而发的 所以他现在要讲呢 也要成佛的威得力来解说 那最主要的呢 也就是说 他说这样的一件 这么要殊胜的事情 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样的庄团圆出生的事情 也是希望能够能够能够调顺可化的众生 艺术清净 就是他说的对象 那有听闻的众生呢 他们也可以得到清净自己的这样的利益 那也能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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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够呢 能够得到心的自在 就是能够心自在 不受这些贪生吃的束缚了 而且主要的就是因为 开敷一切束花夜神 在经文里面呢 他就是把他前面呢 所说的这一件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是这么殊胜 难以为一切众生所知道的这样的情况呢 在经文里面呢 他又用纪文的方式啊 重述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不再就是在解释了 因为主要的跟前面的这个散文长行的部分呢 意思有类似 那主要的就是在这个纪文里面呢 有最后的一个部分呢 他就是提到 就是说他要为善财同子啊 讲述他 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这个因缘呢 最主要的是因为善财同子 他说 鲁鱼无量大劫海啊 清净供养善知识 魏力群生求正法 文以意念无欲望 辟如遮纳广大境 无量无边不可思 我曾佛力魏鲁说 令鲁身心转清净 所以呢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善财同子 他自己本身也是发了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呢 他在无量的大劫海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累劫累劫 这样子的这么多的这种时间的大海里面呢 他就是去参访善知识 所以清净供养善知识啊 那最主要的呢 就是也是为了要行菩萨道来利益众生啊 所以呢 来求正法 就是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能够成就他的菩萨道菩萨行 乃至成就佛的一切智 这样的正法 所以呢 善财同子是这么精进努力的在参学 所以呢 他过去前面几位所参访的呢 他都已经听了以后呢 能够一念无妄念 就是无一妄 就是没有妄失啊 所以我们前面看到 这个敬位里面介绍善财同子啊 他离开一位善知识以后呢 他就是念念呢 就是在修学 前面一位善知识所教导他的法门 然后乃至已经进入 这个善知识所教导他的 那这样子呢 一餐一餐的这样子在参访 所以呢 他现在参访到 第三十七位的这一位 开夫一切树花主业神的时候呢 就是开显的辟如之那佛 他的广大境 主要的也是佛 在成佛以前的菩萨的这种悲怨 利益众生的这样的菩萨行海 所以呢 他的境界是无量无边不可思啦 所以呢 这位夜神他也要成 譬如这那佛的这样的威德力啊 他还是要为善财同子来宣说 然后让善财同子啊 他得到利益 所以能够正到这样的亲近 所以他就开始呢 跟善财同子解说 他就说 善男子啊 乃往过古世 乃往古世 就是以前啊 很久以前 那过世界海围城树节 就是过很久以前的 像这个海一样这么多的 这种围城树的这种结束 这么长的时间呢 那有个世界海呢 名称叫做普光明真经 摩尼山世界 就是在九元以前 那无数节里之前啊 那有这样的一个普光明真经 摩尼山世界 那在这个世界海里面呢 就有一位佛 那这位佛的佛号 是普照法界 智慧山 极尽威德王佛 这位佛的名称啊 非常的长 还是普照法界 普照法界 一切的法界 那智慧山 智慧如山啊 然后呢 他自己本身的心境 又非常的极尽 又具足 威德 这样的一位 像王一样啊 这王呢 就等于是说 他有具足呢 能够统领一切 这样的能力啊 所以他的佛号 是普照法界 智慧山 极尽威德王佛 那就是在 这位佛呢 他在修菩萨行的时候 那就表示说 这位佛还没有成佛以前啊 他在 他在 累劫修菩萨行 这样的时间里面啊 他就是 静比世界海 就是在 他的这一个 普光明真经 摩尼山这个世界 这个时间里面啊 他就是用菩萨行呢 来利益众生 那让众生呢 得到利益修行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也就是在让这个世界清净 因为众生清净啊 世界就清净 那众生染污呢 世界就染污嘛 所以呢 他行菩萨道 实际上呢 也就是在清净整个的世界海 那在这个世界海中呢 那么他最主要的就是要说 他当时是怎么时候 开始发这个 奥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嘛 所以他在讲说 这位佛呢 他在修菩萨行的时候呢 清净这一些的 整个的这种世界海 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他就 等于呢 就是有很多的 这一些的如来出世 那每一位如来呢 也都是在 教化这个经典 就是修多罗 那每一个经典呢 也都是在教化众生 那了解佛的 这样子的教化菩萨行 还有呢 佛的这种种种的神力 还有佛的种种的 说法的法门 还有佛呢 所度的无量的众生 那么在这样子的 世界海里面呢 那其中呢 又有一个世界种 就是说 很多的世界啊 它就成了 叫做世界海 那每一个世界 每一个世界啊 就是一个 基本的单元 那就称作世界种 那其中有一个世界种呢 是叫做普庄严闯 那在这个普庄严闯的世界种中呢 那又有一个世界 一切宝色 普光明 这样的世界啦 那这个世界里面呢 它就是能够显现 一切化佛的这种影像 那也能够呢 显现一切如来的道场的影像 就等于是说 在这个世界里面啊 它们都能够看到佛 然后呢 能够看到佛在 度化众生的这样的 这种道场的这些的这种影像 这个世界呢 它就是能够显现佛啦 还有佛的道场的这些的影像 那主要的就是说 它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它还没有真正看到佛 可是有佛的这些的影像 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就有一个王都 那这个王都呢 是称作坚固庙堡庄严 云灯王都 这是王城啦 就是有一个国家的 这个国王的成都啦 那么这个王都里面呢 就是有一万个大城 那这个当时的这个世界呢 人民的寿命呢 就有可以活到一万岁 那其中呢 就有一位王 这位王的名称呢 叫做一切法因圆满盖王 那所以呢 就是在要介绍 开夫一切树花主业神呢 他什么时候开始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 所以呢 他就叙述到九元以前 那有一尊佛是称作 普照法界智慧山 极尽威德王佛 那么这位王呢 他还没有成佛以前 他在修菩萨行的时候 那就是等于是 这位佛的过去生 行菩萨道的时候 那么就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 这种无数无量的世界海里面呢 那其中呢 就有一个一切宝色 普光明世界 那这个世界里面呢 就有一位王 他是称作一切法因圆满盖 那他的王都呢 是称作坚固庙宝庄严云灯 那实际上这些名称呢 应该就有他的这种实质性 有他的内涵在里面 所以说他的王都呢 是有无数的坚固的庙宝来庄严 那像云一样的 那又像灯一样的这样的光明 那他的名字呢 称作一切法因圆满盖 所以应该就是他的教导众生的 这样子的利益方法 就能够有像法因 能够让众生得到好的教化一样 那这位王呢 他有五百大成 有六万的才女 就是他的后宫呢 有六万的这个兵妃 那有七百个王子 七百个儿子 那这些王子呢 都非常的勇猛 那端正长得又庄严 而且呢有大威力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这位一切法因圆满盖王 他呢 就是非常的有威德力 就是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有德性的 而且呢 而且呢 他自己本身又很勇猛 非常呢 就是有威德 所以呢 他呢就是 在当时的这个 炎福提的世界里面呢 他是没有任何的人呢 对他有怨恨 所以呢 他也没有敌人 所以这个是 特别呢 来介绍 这位一切法因圆满盖王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敌述到说 在这个一切法因圆满盖王的时候呢 那当时的 这个一切宝色浦光明世界 就是整个的世界 那因为 这位王的 他的国土呢 是在 一切宝色浦光明世界的 其中的一个王 那因为整个的世界呢 他有整个世界的 他的这种 因圆果报 所以说 当这个世界 他节欲尽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节呢 有增结 减结嘛 那增结的时候呢 就是人的寿命就增长 然后呢 人的福报 也增加 那人的心呢 也趋于善良 那增结 所以我们这个是从 这个 弥勒佛下身经里面 我们就看得到 弥勒佛要下身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是增结 就是 人心向善 然后人的寿命呢 可以活到八万四千岁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在一切法因圆满 盖王的时候呢 人寿 是在当时那个世界 已经可以活到一万岁 那也算是 非常的 这种 行善跟一种 就是增结的这样的一种 善法的时候呢 可是呢 当 这个世界呢 它在增结以后呢 它又要趋向于简洁 就是 人心呢 慢慢地 由善了又趋向 恶啊 然后呢 就是人的寿命也越来越减少 所以 当这个世界呢 它的 这个结已经快要近的时候 就等于是说 它本来是 人的寿命有一万啊 那 应该这边的时候 就越来越少了 那 如果照 米勒 下圣经里面呢 就是说 到这个结 欲尽的时候啊 人的寿命 乃次呢 可以短到这样 十岁 那那个时候 人的心呢 也非常的凶恶 就是 随手呢 拿到那个 草啊 就把他当作这个兵 剑一样啊 刀剑一样的去杀人 这样 互相残害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 一切法因圆满丐王 他所住的这个世界 一切宝色 普光明世界啊 他的这个结 已经开始变为简洁的时候啊 乃次快要近 就是这个结要灭掉的时候啊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有五着起 就是我们说的 结着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 那这个着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开始呢 就是污染 那结着呢 他的污染就是 本来是 长的时间呢 就变短了 那人的寿命呢 本来长也变短了 那见着呢 就是众生的知见啊 就开始呢 各种的这种邪见啊 不正见啊 那这一些的见着 就是众生呢 他的贪生痴烦恼呢 更加的增长 所以呢 没办法看到 这种善的 这种善的 清净的这一面 所以那个时候呢 要 真正的要能够宣导佛法 就更加难 因为众生的心 这样子的这种 执着自己的贪生 吃烦恼 那还有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 那也是表示说 这个 众生在这样的结 要灭的时候呢 我们的烦恼增加 贪生吃的程度呢 就更加的增长 更加的严重 那众生着呢 就是众生的 这样子的境界 就盖过了 我们就是说 要从烦到圣 这样的这种提升 更加不容易 所以众生呢 就是执着众生的境界 谈生吃烦恼 造成地狱恶鬼畜生 这样的恶道 那还有命着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对于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呢 就看不到 所以就执着在五蕴里面 射受想行事这样子的 这种命着里面 所以就等于呢 就是一切人众 寿命短处 知才伐少 形色毕露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实质性的 就是在世间里面 就是苦多 乐更少 就是实质的 世间的这些的世间乐 更少 那所以寿命短处就是 生出来 可能十岁啊 那几十年 就要 往生了 那等于到这个世间呢 就好像是 这种重移一样了 就是有的招生牧死啊 那这个时候呢 这种生命这么短啊 它其实来到这个世间呢 没有任何的益处 那像我们说 我们能够得到人生啊 有这样的生命啊 那我们希望这个寿命长一点 我们是说 我们在世间要学习 任何的一件事情啊 都不容易 那都要有时间来学习 那何况说学佛 我们好不容易的 听闻的佛法 明相了解了 那明相了解以后 我们还要去给他 熟悉 然后呢 思维 那怎么样子跟我们的 众生的习性来做对照 那我们自己呢 要在心里这样子做调整 那还要再付诸实践 这个都是 很不容易的 我们一点点的这种习性要改 都要好久的时间了 我们可能一开始听闻了佛法 那我们也看到自己的习性 可是真正的要去除 不容易啊 我们好不容易看到了 可是我们又舍不得把它去除 那慢慢的慢慢的 减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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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佛法所说的善行 我们也很不容易的 就是鼓励自己啊 向前走一点 向前走一点 那这个都要有时间了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那我们在熟悉的时候 这个时候真正看到自己的 这些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又开始觉得 我们好像体力也开始不够了 我们的好像这种脑力啊 精神也不支了 那那个时候又要进步啊 又更慢了 又慢 那所以一生呢 真正我们能够运用的 这样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的 寿命的长短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给它拿来 做真正有利益 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学习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寿命就有 这种实质的作用 那不然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如果长的寿命呢 没有针对自己的 这种利益的时候 那也是好像过完一生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建树 那所以呢 这样子也是浪费掉 那何况说 我们的时间又很短 那好像投出投没 一出来又死了 一出来又死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死 就是好像只是这么 来一个轮回的 这样的旋转一下而已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人的苦更多了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得到任何的这种 生命的学习的利益 那何况呢 在这个世间 种种的这一些物质啊 这一些都很少 我们世间的生活困苦 资财乏少 形色毕露 就长得呢 这个形状 人又很难看 那看起来呢 就好像是 很多的病啊 或者是忧愁啊 所以说多苦少乐 而且呢 不修时善 专作恶业 所以那个时候呢 要去引导众真来 修说 要能够不杀啦 还要能够放生啦 护生啦 那简直不容易啊 因为那个时候的心啊 都是贪嗔之凡啦 所以看的呢 都是别人的不好 那看的呢 都是想要我们自己 怎么样去能够 争取自己的利益 都是看到这样的面 而不看到就是说 整体的这种 自己的这种 跟别人的这种互动 那大家呢 实际上都是同体的 看不到 只看到自己 所以不修时善 所以杀到淫 忘久 那从妄语里面 不只是恶口两舌 那么不食言 那这一些的这种 恶行 还有贪嗔吃 那专作恶业 所以没有办法利益众生 没有办法利益别人行为 那更相奋争 就是互相争斗 就是为了小小的事情 都可以 就是争到 就是很久的时间 那就把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心力呢 都放在 跟人家作对 所以互相悔辱 就是要能够怎么样子 破坏别人 能够侮辱别人 所以心呢 都是向外来破坏的 那离他眷属 就是让别人的这一些的亲朋好友啊 就是能够要让人家破坏人家的感情 让人家分离 所以离他眷属 就是让人家分离 就是让人家分离 那度他荣好 如果人家有好的 这个光荣的事情就起嫉妒心 还有呢 任情 起见 所以这些呢 就等于是 真的在一个洁净的时候 这个世界要灭的时候 这个人心的这种恶险 那所以任情 起见 就是说 任众生的习性 那众生的喜好 就任情 那起见 就是他自己喜欢怎么样 他就开始想什么 那以他自己所想的为正确 就他自己说了算 他自己想到的 这个就是真理 是这样 就是所以他没有道理的 就是也不去看看说 这个世间真正的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就以他为主 是这样 那这样的人就很危险了 所以呢 非法贪囚 非法 不按照一般的正法 我们说 这个世间也有世间的法 是我们的 我们可以享有 别人的 我们不要 那不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 我们自己的这种 能够福分的 那我们就不应该去贪求 或者是 不是我们自己的位置 我们也不要去 就是占用人家 所以 这个地方呢 就看到说 在这个世界 结 要灭尽的时候 这些种种的五着恶事 人心的显恶 那么 以示因缘 风雨不死 那这个呢 就是 又看到说 因为人心的这样子的 福作非为 那就造成 一报 也变成 就是不能够随顺 我们众生的需要 所以风雨不死 就是不按照一般的时间 本来应该 刚旱的时候呢 就应该要下雨了 那太热了 应该有起风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我们整个的环境 自然环境 一报 一报就是我们所生活的 这样三合大地的 这一些 的这种环境 所以 这里面就包括了 风啊 雨啊 那本来呢 这个自然界 它有自己调和的 的这种调整的这种能力 可是当人心乱的时候呢 它影响到 整个一报 它也变成乱了 所以 就等于是说 让我们看到 一报跟正报 实际上它是互相有 违密的这种关系的 所以风雨不死 那也许常常下雨 变成水灾 那有时候呢 不下雨的时候 就干旱 那水灾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这些苗架 也都淹死了 那干旱的时候呢 我们所种的这些稻谷 也都没有水 所以就等于是 我们所要依靠的这些食物 也都收成不了 那我们自己所生活的 这一些的房屋倒塌了 那整个的这种 生活的空间都破坏掉了 然后呢 苗架不登 就是没办法种 这些农作物了 那乃至园林草树 一切都孤稿 都哭掉了 就光秃秃的 然后我们住的地方 我们都希望 有树木灵印 那能够看的都是绿油油的 那这些都是 利益我们众生的 这种生存环境 可是因为人 起乱了 那造成 一暴 也破坏了 所以现在我们在谈 环保的时候啊 实际上 佛经里面啊 这么久以前就显现了 整个的这种 我们的正暴 人跟一暴 环境的这种关系 所以说环保在佛经里面 就谈到了这种根本的根源 实际上就是人心在影响一暴 那一暴呢 就是它也受到我们人心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因为整个环境也破坏了 所以人民匮乏 所以没有办法 可以有生存的这一些的资源 所以多株疫病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疾疫 就是这种 就是病变啊 疾病啊 这一些我们说 有很多的这一些灾难啊 都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一些 我们说流行性的这些的疾病 那这样的时候呢 人呢都世界 四处啊 就是流窜 因为生活不稳定嘛 可是呢 又迷索依附 就不知道要去依靠什么 没有办法生活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在一切法因圆满 盖王的时候呢 碰到这个结要 灭尽的时候 众生在五浊恶事里面 造恶 然后造成这个整个生活的这种 环境的破坏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先介绍这个地方 那下面呢 就是由这些的困苦啊 然后要选现这位王的慈悲 那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单元呢 再介绍 那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先做一个回向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成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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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悟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 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慈悲至业云林观音讲堂 礼拜药师宝颤 恭请慧太和尚竹法 日期 四月十八日星期二 时间 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维镇 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询电话 05-633-1565 法会当日上午八点半 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尽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慈悲至业云林观音讲堂 礼拜金刚宝颤 恭请慧太和尚竹法 日期 四月十九日星期三 时间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维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询电话 05-633-1565 法会当日上午八点半 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尽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有些人觉得 如果我们去医院 殡议馆 或者是去坟墓 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美运 但是呢清明节 我们又必须要去扫墓 那师父有何看法 在佛教里面 佛教的精神就在于 要在痛苦的地方 带来光明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在2500年前 选择印度那个 充满了种种的不平等 人权很低下 那个时候的印度 还很脏乱的地方 他出世了 他降生在印度 就让印度 充满了佛法的光明 那些不平等 我们讲说阶级 种姓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出世 所以消除了 至少在佛陀的身团里面 不存在了 再来我们大圣佛教 都很喜欢拜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有痛苦 他就会去什么地方 救度他们 那地藏菩萨发愿说 什么地方是最痛苦的 乃至于地狱道的地方 地藏菩萨都会去那个地方 救度他们 所以对佛教徒来说 我们不是害怕兵营馆 害怕坟墓 我们应该说 我们要把光明 带到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害怕怎么办 我们在那个地方 会害怕的时候 我们就要赶快求 光明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光明的力量是谁啊 阿弥陀佛 无量光的力量 观音菩萨 大悲心的力量 地藏王菩萨 大怨的力量 所以我们如果去 殡仪馆 去医院 去一些不干净的 甚至闹鬼的地方 我们会害怕怎么办 赶快念佛 我们就赶快合掌起来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这个时候啊 这个痛苦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就变成佛的净土 就变成佛清净的世界 因为我们把佛的力量 带给他了 所以在佛经里面讲一个故事啊 说有一个房子 一千年都没有见到阳光 一千年黑暗的地方 只要一盏灯亮起来了 整个房子都亮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痛苦的地方 有鬼的地方 不清净的地方 我们只要把佛的力量 带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成清净的 那个地方就变成光明的 所以不是害怕它 你看哦 我害怕坟墓区 我害怕去医院 但是你还要去啊 你去的时候你就很害怕 因为你害怕 你就会有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妄想 然后到最后呢 你的情绪就越来越负面 越来越糟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反而很容易 被那些负面的力量 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用正面的力量 佛的力量 带给那个痛苦的地方 我们要把地域 转化成极乐世界 要把这个五卓二世 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要怎么转化 念佛 用佛的名号 威德力 佛的功德力 带给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吉祥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清净 到时候呢 大家说 我又要去扫墓了 为什么 我要去坟墓去念佛 我要去医院了 为什么 我要去医院念佛 透过这样子 我们就不会害怕 而且可以转化那个地方 成为净土 这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重点 就是把不清净的地方 转化成清净 把痛苦的世界 转化成极乐世界 那透过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把佛的力量带去那个地方 好 护身功德书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